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我们继续进入大自然大学堂 来向大自然学习大智慧 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了解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宇宙规律 就好像我们在国家里面 我们要了解国家的法律 法令 好 我们现在在大自然中 我们要了解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来 现在看这一点 来自哪里 回归哪里 回归并不是死亡 这个大家好好体会 来自哪里 回归哪里 回归并不是死亡 死亡是个幻象 因为只看到局部片段 没有看到权下 所以我现在讲出来就是 宇宙它就是这样在运作 来自哪里 回归哪里 它会不断变化 这里我把它归纳出来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 海 形成很多的波浪 那这些波浪跟大海 有没有脱离 没有脱离 千变万化中有不变化 图养育各种树木 树木长大后面又会落叶 归根 树木的叶子树干 根 当它腐化之后又会变成什么 回溃的土壤 就这样 有根源有枝叶 所以大家要清楚了解 有生有死 但它只是一个全说 它是不断在变化 生死就好像大海跟波浪 它会有变化变化 所以生死不要用一般世俗人 那种二元对立的观念 把它发分开来 所以前面有提过 死亡它只是一个幻觉 只是一个表象 它不是真正的实相 道它是总源头 它能演化一切万有 那一切万有又回归道 又跟道又是一体 就好像波浪跟大海 它就是一体 所以我们清楚了解之后 你就能够掌握住根本 又能够生荣活虎的生活 而不是畏惧东 怕东怕西 怕生命消失 怕死亡死神来了 怕怎么样 而是怎么样 信任大自然 把我们的生命 交给天地父母 交给大自然 那些植物 它们都是这样 把生命都交给天地父母 每天 成长 成长 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 开发结果 分享 分享 这样 人类就是不信任大自然 不信任天地父母 然后一直要对抗 一直要脱逃 这就是聪明 反辈 聪明物 空中的水汽 绝大多数来自哪里 来自大海 要知道 水汽 云 大部分来自大海 地球的广大便积 是大海 太阳 阳光照射 加温之后 这些海水 它会有部分 怎么样 蒸发 蒸发出来 蒸发出来 结果形成了空中的云 空中的云 配合大气 空气 流动 飘飘飘 飘到世界各地 也飘到千岛湖这边 它也会降雨水下来 变成雨水下来 或是有时候 它们又跑到更高的高山 结成冰 到后面一样 都有可能又融为水 然后又流到千岛湖来 那后面流流流 流到哪里 大海 流到大海 下半这个是河流的尽头 然后中间有一个像稍微小隔阂的 那个就是一个小的防波体 防波堤 那外边就是大海 更远的那边就是大海 河流流到大海 河流 河水 有没有消失 有没有灭亡 没有 没有啊 没有消失 没有灭亡 人 问题就在这里 他觉得 哎呀 我生命快消失了 一天一天的减少了 我快接近死亡了 好恐怖啊 恐慌啊 我不能够 不能够就这样 就像那个流水 他流到大海口 然后他不断在那抗拒 我不能够进去 我不要 我不要 人就这样 经常在做这种事情 抗拒流入大海 那大自然会因为你抗拒流入大海 好了 那你这些水就 你就留在原地 你就不要流 会这样吗 不会 所以你在怎么抗拒流入大海 你还是一样 你只是很无奈地被拖进去 因为别人继续流进去 那你是不要 你在那抗拒 我要成为中流地住 好了 你在那里 结果还是一样 被推推推还是一样 所以你是 有的人是很欢喜 很甘心 很快乐地接受 所谓的变化 有的人他就是一直活在痛苦的情况 抗拒东 抗拒西 然后 谈生怕死 但是会因为你谈生怕死 就不死吗 不会 所以这个就是 你不明了宇宙的法则 你就不断在那里对抗 当你明了清楚之后 你就知道 这是河流的尽头 但是 它并不是死亡 我是进入更广阔的大海 猫猫虫 吃到一个阶段 它要蜕变成蝴蝶 那个不是死亡 它是生命的蜕变 大自然是完整的 只有变化 没有死亡 不接受完整 用自我去追求完美 就把大自然切割成四分五裂 死亡的幻想就产生了 苦海产生了 不知成望作凶 人的痛苦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跟大自然的无常法则在对抗 你可以去反观 你过去所遭遇的种种痛苦 所形成的种种痛苦 你去反观 看看 是不是都是在跟无常变化 在抗拒 那大自然它是完整的 只有变化 没有死亡 不接受完整 用自我去追求 所谓的完美 自我所要的完美 跟大自然的完整 这是不一样的 这个就好像说 大自然它是有白天有黑夜 但是那个自我它就 我怕黑夜 我不要黑夜 那会因为你不要它就不来吗 不会啊 大自然有春夏秋冬的变化 有花开花落的变化 但是那个自我 它就 我只要在那个很美很好的情况 我只要这个其他我不要 会因为你不要它就不来吗 不会了 所以不接受完整 用自我去追求完美 就把大自然切割成四分五裂 死亡的幻象就产生了 你也把生命切割得四分五裂 所以苦海就产生了 不知常望作凶 这个常就是宇宙的运转法则 你不明白宇宙的运转法则 背道而耻 所以痛苦就产生 就这样 你看 跳着舞进入下一阶段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花 它还在跳舞 有没有 你看它在跳着舞进入下个阶段 当然拍摄的人心情快乐 你看到的是它跳舞进入下个阶段 如果你心是负便的悲哀的 你不会这样讲 你会觉得好可怜 那个漂亮的花朵就这样凋谢掉了 青春一去不来了 那负便的思维就是这样 所以希望大家重新的了解 我们的痛苦来自哪里 一般人的痛苦来自于 不明宇宙法则 抗拒无常变化 百般设法贪爱抓取己所要的 百般设法 抗拒排斥己所不要的 对大自然的运转法则不满 你静下来 去回顾自己过往的岁月 那些让你很痛苦的 那是不是来自于 我们很多的抗拒 很多的抓取 很多的作为背道而驰 而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没有好好的学习 没有了解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或是只是知道一些头脑观念之间 没有真正化为智慧 所以你就应用不出来 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很实用 我讲的都是真理实相 宇宙的法则 大家真的要会活用 要学到智慧 所以当你认真虚心学习 学到智慧之后 你客观认清宇宙真理实相 那就不一样 你就会很安心快乐 把生命意义活出来 这里要叙述一个情况 就是所谓的 一切唯心照 不要错解 很多人错解 认为说 一切唯心照 所以你看我的心很厉害 我能够照什么 我能够照什么 我自我很厉害 我能够创造什么 那个就变成很狂傲 很我慢 我们现在要客观清楚 了解 这里有三面镜子 大家好体会 这个含义很深 要好好体会 左边的这一面镜子 这代表 这个镜子的污垢很多 或是有些破裂 或是凹凹凸凸凸 中间的这一面 它凹凸的情况 也蛮严重的 它比左边要好一些 但是它一样有凹凸 有污垢 右边的这一面 它是清净的 干净的 又平又明又干净的镜子 这个是代表我们的心境 这个是代表我们的心 来 每个人不同的心灵品质 不同的心境 你面对同样的一个东西 同样一个场景 那你的解读会不会相同 不会相同 谁要知道 这个兔子它代表就像大自然的场景 你生活工作 力源对境中 你常遇到的一些场景 我们来看 这个兔子只是一个代表 当它到这三面镜子前面来 后面 在这个镜子上面会呈现出 你看 左边的这一面镜子 它看到的是妖魔鬼怪出现 就像很多人看到蟑螂 看到小强 那就哇哇叫 看到一只蜜蜂飞过来 然后飞到旁边就 就哇哇叫 看到那个老鼠跑出来 就哇哇叫 那叫了 结果那个老鼠就停住了 因为它被吓到 停住了 那个女孩子看到 你老鼠怎么不跑 结果它又惊吓自己 就吓昏倒了 事实上 那些动物 外境没有那么可怕 但是因为你这片心境 因为你 它是你积累 蛮长的岁月下来 形成的那些观念 知识之鉴 但你不知道 你带着成健在看他们 你看到的不是那个实相 但你不知道 所以如果心境 像左边这边镜子 凹凸严重 又有污垢 又有些破裂 好了 一只兔子 一只兔子在你前面出现 你把它看成妖魔鬼怪出现 怪兽出现 中间这里 因为它的情况 没有像左边那么严重 有比较好了 虽然有比较好 但是它还是有凹凸度 还有污垢 所以它看出来 这样的像 跟实相 还是有落差 还是有不一样 当我们的心是一变 又清静 又清又明 真正的 所谓的无自我 没有自我意识 无我无私 很客观 清静本心的呈现 这时候 你看出来的 就能够把万物 它的实相 你如实地观察出来 所以你自己可以 一方面如实地了解万物 一方面 这些万物 它也不会被我们 把它染污扭曲 不会形成各种对立 所以这是让大家清楚了解 一切维心照 讲的就是说 大自然的 它就是这样客观的存在 你用什么样的心灵品质 你用什么样的认知 去看它 你就会得到 你心里面 你预先预设 或是你的成见 你的心灵的污染度 相应的 那个结果出来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把这个世界看成很恐怖 因为你心灵里面灌输了这样的观念 所以你看起来 这个都是很不好的 这个都是那里也不好 这里也不好 所以有的人一直想要脱逃 逃离这个世界 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 他把这个世界看成就是五着恶事 但是要知道 天地父母是这样 从我们还没有出生 就在呵护我们 养育我们 照顾我们 我们要懂得感恩 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了解 我们的心 如果你肮脏污垢 你看不清真理实相 但是你不知道 人的那个 你讯息来的观念之间 你当它成为你那个惯性运作的时候 你反观不到自己的问题 你染污了 你扭曲了实相 你自己不知道 你戴着成见 戴着有色眼镜在看 看出来的 你以为那个是实相 但是跟真正的真理实相 不一样 但是你不知道 这就是人类要进化 要提升 要成长的 大自然是完整的 只有变化 没有死亡 它是智能互换 智能不昧 知常约明 不知常望作凶 所以我们要清楚了解 因为你知道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这个就是一个明白的人 开悟的人 如果你真正知道 与大自然运转法则 你明白了 那你就会 顺天之道而为 如果不知常 你不知道宇宙的运转法则 一直用自我 去跟它对立 对抗 用自我去构筑 你所要的世界 这样的话 就会望作凶 所以这些智慧 是全人类普世教育 要推广的 不是达文那一套 弱弱强死 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 客观清楚了解 宇宙有宇宙的运转法则 大自然有大自然运转法则 我们怎么样 顺天之道而为 那你要从 不知 不明 不清楚情况 要来到知 要来到明 这个是要经过 修身 养性 净化心灵 你要有个阶段 让自己真的能够 灵静沉淀下来 让我们能够来到 让我们这个 波涛汹涌的心 能够逐渐静下来 让这个污垢的镜子 能够把它擦 擦一擦 擦得比较干净一点 你才能够逐渐 看到真正的真理实相 这又是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宇宙率 不生 不死 不死 不生 只有变化 没有真正的死亡 智能互换 智能不灭 这就是宇宙的法则 不生 不死 不死 不生 我们前段期间 有跟大家分享 道法自然 四十本的外里面 也有做这方面的解析 希望大家能够清楚地了解 什么是不生不死 就像冰溶解成为水 水又蒸发变成为空中的云 云又降落成为水或是雪 在这样的变化中 有没有死亡 没有 没有死亡 所以宇宙没有所谓的死亡 它就是变化 变化 变化 你如果从片段 你把它截断 片段去看 那个冰融化 生命就像一天一天的 像那个水一直的扫 一直的扫 你认为说 它这样就消失 所以你从片段看 才会有所谓的生死 但是宇宙万有 它是生生不息地在变化 大自然道的特征特性 来 这一章 请大家一起诵读一遍 因为这也是一样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起 大自然道的特征特性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载 功成而福去 这是道的特征特性 它呈现出来就是这样 如果你逐渐进化心灵 提升上来 你的心灵品质越来越高 越清静 到后面 你那个自我意识 因为它就越来越淡化 你那个神圣的生命 就会逐渐逐渐地觉醒过来 后面你自然 就会逐渐呈现 这种品质特征特性出来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道 道有的特征特性 我们每个人也都有 所以不要妄自匪薄 不要瞧不起自己 当然也不要傲慢 瞧不起别人 因为每个人 生命本质都平等 只是有没有觉悟到 有没有觉醒 有没有净化 万物平等没有弱肉 彼此相辅相成 这个很重要 万物平等没有所谓的弱肉 彼此都是平等 现在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万物相生相克 维持动态的平衡 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中国的医学里面 这个是很重要的核心观念 诊断治病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它很重要的治病观念理念 万物它是相生相克 维持动态平衡 木火土金水 当然这是简单的代表 大自然中的几种元素 这些元素 这是相生的情况 但是一样 相生之中 它一样有相克的机制 这个就好像一辆汽车 你要有启动行动的功能 也要有什么 也要有刹车系统 大自然运转法则就是这样 我们有生生不喜相生的 但是如果有局部 它有突变 病变 有的弱的话 就要赶快去把它扶起来 有的太过强大 那就要更多的天敌 来克制它 这个就是万物相生相克 维持动态平衡 这是宇宙的规律 宇宙的法则 任何人改变不了它 宇宙它必须要这样运作 才能够维持平衡 才能够维持永恒的运作 这个又是有附上一些简图 让大家看 木生火 火生土 土生金 金生水 水生木 万物相生的情况 这是相克的情况 相克 这个叫像木 克土 我们要保护水土的地方 我们多种一些树木 这些树木 它就能够保护水土 如果有淹水的地方 我们用一些土来做 提防 那这样可以来克水 有火灾的地方 用水来灭火 你看 万物它都有这样一种相生相克 这是宇宙的运转法则 相生 万物相辅相成 生生不息 相克 万物各有天敌来抑制 以维持动态平衡 没有真正的强者 也没有弱者 病毒虽然很渺小 却是人类的天敌 物极必反 盛极必衰 这是宇宙的运转法则 大自然的规律 好好去体会 如果你没有好好去体会的话 总是要不断地 壮大自己 因为明星那种 弱肉强食的观念 那总是要壮大自己 要让自己成为超级强者 当你成为超级强者 后面失去了 整体的平衡 后面灾难就会产生 世界几百年来 哪一个国家 它可以永远称霸 不衰败 没有 大自然它的法则就是这样 它是要维持一个动态平衡的 物极必反 盛极必衰 所以人要懂得 与万物 和谐 共存 共融 好 这一节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OK 谢谢 谢谢大家 地球是云云文明的摇篮 呼应云朵白 仰望蓝天蓝 人类的母亲名叫大自然 你是一株草 蔓延的生机 带给我们纯净清醒的空气 你是一朵花 绽放的奇迹 一万年轮回着芬芳的四季 我们属于你 你是大自然 娇笑鱼儿属于水 鸟儿属于天 白儿属于大草原 我们属于你 你是大自然 旧身风吹浮森林 云润的梦田 共存共生才有 和谐的家园 大闹火转 火热鱼儿属 火在鸡岸 去天国陵 大和咸 adelante 更欣赞 先出去 小笔 还涵 快